詞曲 李宗盛 好的 今天眾所期待 我跟黃宏璇同框了 歡迎獅子男 你好 天蠍女 你好 笑什麼 不是笑 剛笑什麼 怎麼樣 會緊張嗎 不會啊 歡迎你來我的頻道 謝謝你邀請我 沒有訪問過獅子男 剛好就是你是我身邊 最親近的獅子男 我有幾題問題想要問你 也是網友們很想知道的問題 上次進QA是姜佩倫 這次是兜兜 好緊張 會緊張嗎 不會啊 佩玉現在在旁邊看 還頂場 好 好好回答 好 第一題 獅子男在做事之前 都會經過 整密的計畫在行動嗎 我覺得不太會 獅子男做事情比較多是 跟著感覺走 我今天覺得感覺蠻好的 好比說旅遊或什麼的 我就覺得去日本 我可能在某一天會感覺不錯 去個什麼地方 我就會把它寫進我的行程表裡面 我不會有什麼很詹密的計畫 我會一邊想 一邊準備 比如說去旅行 你就不是那種會先規劃好 每一天要幹嘛 現在要幹嘛幹嘛 不會是這種類型的 不太會 那在感情上呢 感情上 你會先計畫好說 比如說你喜歡一個女生 你會要想辦法要怎麼追求 會先設計一些情節 或是約會的行程嗎 還是你是隨便就是 沒關係就衝了再說 感情也不會 我感情就是 很直求 我喜歡他 我就會跟他講 我也喜歡他 我想跟他吃飯 我就會說 你要不要跟我吃飯 我會想要跟他出去玩 我就說 你要不要跟我出去玩 我想要他跟我去看電影 我就問他要不要跟我去看電影 這麼直接的 我不會有什麼計畫 我不會說 好 今天要看電影 所以我前面要先去吃飯 吃飯前面要先去接他 不會 我就說 等一下看電影 幾點幾點哪裡哪裡 這樣 就很注重自己的儀表 一定會讓自己的外表看起來 乾淨整潔 欸 對 太有整潔了 蛤 這邊的一個鏡子 乾淨整潔應該也不是 獅子座特別會這樣吧 每一個星座應該都會 只是獅子座會 特別的嚴重 在這方面 會覺得整潔啊 乾淨啊 是一種禮貌 我記得他有一個 很嚴重的強迫症 就是像 每一次錄影的時候 我就發現他在錄影前 他一定會拿衛生紙擦他的鞋子 他非常需要鞋子就是乾乾淨淨 白白亮亮的 對 然後我到每一個地方 工作前 開會前 我都會先去洗手間 為什麼 我會先把自己整理乾淨之後 他比如說身上有一個毛 我就會把它弄掉啊 什麼的 就類似那種 我覺得自己 OK 乾淨了 舒服了 我才會做下一件事情 哇 那你們對於別人的要求也會嗎 比如說對於朋友 或者是 親人 家人 這種 會啊 就像我有一些朋友在減肥 然後他可能就是 減肥到一半就跑出去玩很久 然後回來就可能胖7公斤 我就會覺得 沒有貫徹始終 你想減肥 怎麼還要讓自己變得更肥呢 就這種事情在我世界也是不宜適 就我是貫徹始終的 OKOK 你沒有在影射神喔 沒有 那接下來 獅子座很喜歡表現 吸引目光 希望成為眾人眼中的焦點 我覺得 對 就是獅子座很喜歡 表演 哦 就是也沒有說一定要成為焦點 因為喜歡表演 喜歡 表現 喜歡出彩這件事情 慢慢就會變成一個焦點 你們是不是很想要 大家都聽你們的意見 你們會想要領導著大家 嗯 我們會強勢的給建議 然後大家聽不聽就看個人 但是其實獅子座有一個好處 是我強勢給你建議 但是如果你的建議比我更強勢 我就會聽你 真的嗎 對 就好比如說我今天說 我要吃飯 我說我今天要吃麵 因為麵好吃 我就 嗯 好 吃麵 太沒聽了 這什麼歪理啊 就是主力啦 如果你被我更強勢的話 你就會聽他 對 因為我發現獅子座好像很需要被關注 就是在 在一群人之中 如果他太默默 或是 有人疏忽他 他反而會有點不開心那種感覺 也不是 是因為獅子座可能比較不喜歡 脫脫拉拉 或者 遊移不定 嗯 所以在大家可能還沒有一個方向的時候 嗯 獅子會先 就先出力 把方向給出來 哦 好 如果你們都沒方向 那就照著這方向走 如果你們有其他方向 我就跟著你走 哦 獅子座真的是一個很有想法的星座耶 不喜歡浪費時間的星座 獅子男 自己不愛被約束 但喜歡約束別人 嗯 準 哈哈哈哈 嗯 可能像是我就 就是到家第一件事情 我可能就會 很懶散啊 躺在家裡啊什麼 但我有曾經跟 室友住在一起過 嗯 太凡席這樣 我可能就是 到家裡 然後我就可能躺在沙發上 我就說 欸 那個廁所好髒喔 那個 指揮別人 指揮別人 看到那個金子遮住了 他在說 那個佩玉幫我拿出來 哈哈 沒有沒有 怕不到 因為做好了就很難再起來 愛指揮 沒有啊 就開玩笑 就是好比說 到家我覺得心裡會有一個 家裡要整潔的想法 可是就覺得到家先休息 又懶得動 對 那既然家裡有別人 那就先拜託一下他 很多人都說 獅子座就像一隻大懶貓一樣 哦 到家就變成一個懶貓 大貓 大貓 但獅子座勤奮的時候 是很勤奮的 是嗎 就是我們 一旦想做一件事情 心無旁駕的時候 超級專注 就看自己有沒有興趣 看有沒有興趣 對 有沒有覺得有那個必要性 獅子座選擇朋友的標準 喜歡怎麼樣個性的朋友呢 呃 就舒服就好 喜歡 也有想法的朋友 就試著說 雖然很喜歡給意見 但是說 不喜歡朋友都沒有意見 你不喜歡沒有主見的朋友 就我身邊的朋友 我想得到的 全部都是毛病一大堆的 欸 就他們都很有各種想法 各種想要做的事情 他們有自己的方向 他們不會受你的 牽制 那他們這樣會跟隨你嗎 他們就不會聽你的啊 沒有就是互相啊 如果就像剛剛講的嘛 你可以說服我 我就聽你的 我可以說服你 你就聽我的 就我身邊的朋友 好像都是蠻有想法的人 那有比較比如說偏活潑 還是偏安靜的 內向的那種 你會比較喜歡哪一種類型 我喜歡活潑 你喜歡活潑的 嗯 安靜內向我覺得 在我生活圈裡面 會有點跟我搭 搭不起來 啊有啦 像我有個朋友 然後善存啊 他本來是一個很安靜內向的人 嗯 但是我就是 會捉弄他 會逗他 他慢慢慢慢開關 就會被我打開 然後他就 安靜內向 也有安靜內向 白爛的地方 對也很可愛 你很喜歡捉弄他 然後他也被捉弄得很開心 然後有時候用他的方式捉弄你 獅子男比較直接 不會拐彎抹角 遇到不開心 或是不順眼的事情 就直接爆發 哦 準 就是我覺得獅子座是 就是情緒 就是三分鐘 我很快的 來得快去得快 對 可是 這個不能 不能對每個人都這樣 因為有時候我很生氣 罵完那個人 我消了 可是那個人可能需要 三個禮拜 哈哈哈哈 你需要很多事 對對 就是我們有時候 會只想要趕快把當下的那個 情緒趕快抒發掉 趕快說開 趕快解決 很著急的想要表達 很想要去溝通 或什麼 可是我們的溝通有時候太單方面 就我們想這樣做 可是別人不一定可以接受 我覺得很多火象或是風象星座的人 會有這樣的狀況 就是你們的情緒很大很直接 但來得快去得快 可是如果像你們都要水象 像我們就是那種 比較玻璃心 或是巨蟹座的女生 他們也是很玻璃心的 就會心裡就會受傷 就會記在心裡比較久 對 就好比說之前 我跟姜佩有吵過一次架 就是 我跟她在 那一遇是什麼星座 雙子 雙子 我之前跟她在直播的時候 我們兩個就是鬥嘴 完了之後 我就在直播上我就說 我要發你的醜照 然後因為我那時候有一點生氣 鬥嘴都要有點生氣 也是EQ很低 對 就是走心 我就真的發她醜照 然後我發完之後就覺得 氣消了 她就訊息我說 你 把照片給我刪掉 然後我就把照片刪掉 我氣消了 結果她氣了一個月 就是你知道疫情期間很無聊 2021年的疫情期間真的很無聊 她就再也不跟我連線 她氣到她說 你除非公開跟我道歉 沒有 我就再也不跟你連線 你們就很白目啊 她就很生氣 然後我那時候只想 欸 有這麼嚴重嗎 不是 就是發一個醜照 就是自己氣完就沒事就沒事了 可是別人真的會很難過 對對對 就是 就是這只是一個小事情 然後我就覺得 哦對 我們有時候情緒來得快去得快 可是別人可能來得慢 去得更慢 我們要站在別人的立場 去思考一下別人怎麼想 但我覺得她真的是一個很直接的人 就是不會拐彎抹腳 像我們譬如說 之前玩狼沙錄影的時候也是 因為我可能踩她踩太嚴重 然後又會直接說 鬥嘴 等一下想踩我 哈哈哈 她真的很生氣耶 她怎麼令我嚇到 我雖然玩狼沙玩得不是很好 但是我對基本遊戲規則還是有很概念 不是要給對手空間嗎 你完全不給我空間 你都不給我遊戲體驗 那時候我覺得 她覺得 一直被我看穿 然後我一直笑她 她就覺得太不爽了 她就直接在大家面前說 鬥嘴你下次不要這樣好嗎 我就哇 這個人好直接喔 因為以前在玩狼沙的時候 我也沒有在練習什麼 就真的是去錄節目 後來大家就是跟我說 要練習要什麼的 然後我就想到狼要很強 就鬥鬥 然後我就會視訊她 問她那個狼沙那個這個那個的 然後我其實也沒有搞得太明白 那我就覺得 我跟你學了 理論上你一定會比較知道 我是什麼套路 你就知道我的套路 就是因為太熟 像我黃偉進 我也是太熟小賴 還有她就是太常玩在一起 所以就知道說 他們怎樣一定就是狼 所以我們就有點像 信任對方 就是抓到你了喔那種感覺 結果沒想到 他大哥走了 我真的說 抱歉 我抱歉 你很大氣 我真的只是覺得 我也很想玩這個遊戲 為什麼不可以體驗 對對對 全場沒有人懷疑我 就他看出我是狼 他還會看你們 我有一個奇怪的邏輯 幫他踩爆 我就超氣 然後爆招完之後 我就沒事了 結果他就想 他就很難過 被我罵 怎麼這麼兇 那獅子男喜歡一個人的表現 會是怎麼樣呢 會想要 裝酷 喜歡一個人的時候嗎 嗯 就是酷酷的就是 什麼事都好像很霸氣 很霸道這樣 欸 就是在 所以不會像你平常這麼活潑 就是你反而會比較 比較不敢說話 酷一點 對對對 話比較少 然後比較 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你要怎麼追他啊 沒有啊 我就會這樣 嗯 要不要跟我吃飯 就用那種 酷酷的方式講 就不會是那種 哎哎哎哎 走啊吃飯 沒有 我就會把自己包裝成另外一個 酷哥 小帥哥 小帥哥 酷哥 酷哥上線 酷哥上線 是什麼 小黃酷哥上線 那種 那種狀態 但是你還是會主動追求 你是屬於主動 好熱好熱 這個房間沒有空調 但是這個話題這樣也太緊繃了 不不不不 就有點 熱 哦 我其實也不知道外面有沒有氣勢 但是我知道我談戀愛的時候 很喜歡撒嬌 把自己說成一個 像小朋友一樣 就是什麼事情都很希望另外一半幫我啊 明明自己做得到 可是也很想讓人家幫我這樣 也不是耍廢 就是因為想要把自己當成一個小朋友 然後就是 喜歡被照顧 喜歡被照顧 在家裡喜歡被照顧 在外面喜歡照顧別人 獅子座超護短 親朋好友遇到事情 無論對錯都先挺自己人 呃 對 是嗎 我會先挺完之後 去理解是一個什麼情況 我以為你也蠻很客觀耶 沒有 我們 我會先 下意識的保護身邊的人 如果是我們自己錯的話 我會代替那個人去幫人家 去緩和 然後去道歉 如果是我們自己錯的話 我在第一拍會先護著 然後轉頭問 是你的錯嗎 他說是 就對不起 類似這種感覺 這蠻有意氣的耶 蠻好的耶 所以很多人都會說 我很常躺槍啊或什麼 但其實我就覺得 挺朋友 如果我很在意這個人 我會覺得 沒關係我來 嗯 就是幫你分擔一點 我會反而覺得 這是我很開心的事 對不對 我沒有辦法看著自己喜歡的 在意的人 不管兄弟或情人 就去死 去死 這樣好好笑 獅子男很愛面子 所以常常口是心非 明明很在乎 卻要假裝沒事 哦 超級嚴重 可是我現在好一點了 我覺得我現在長大 就是我現在就是 心裡想什麼 就說什麼 以前我會 假裝說 欸沒差 你知道嗎 這單才兩千塊 好吧 現在就這樣 現在就這樣 兩千 太貴了吧 又賣 開玩笑 很多人說 獅子座很愛面子 是真的嗎 你覺得有嗎 獅子座愛面子 我覺得每一個星座都很愛面子 其實獅子座不會藏 我們藏的不好 所以人家看得出來 真的是這樣 情緒也是啊 我們的喜怒哀樂藏不住 有時候很吃虧 可是這就是 就是我覺得你們很直接 也很簡單的一點 有好有不好 對大家很喜歡跟獅子座小朋友 就是我覺得他們夠簡單 就是他們很好了解 你不用擔心說 他是不是現在在笑 那他其實心裡面 笑裡才知道 現在想什麼東西 對對對 我就是今天看他很不爽 我就跟他說 我看他很不爽 你抓不住 對對對 然後可能了解之後覺得 他是一個好人 我就又跟他說 我之前看你很不爽 可是我現在很喜歡你 就是我很直接 對對對 我很直接 我不會不喜歡他 還硬要去 好像很喜歡他 沒有 我不會這樣 我講的都是真的 就是我只要今天會開口說的話 表示都是 我心裡想的 真心的話 不會一直假話 那以上呢就是網友 大家對獅子座的十大問題 這真的是網友對獅子座的十大問題 還是你個人對獅子座的十大問題 這真的是網友整理出來的十大問題 我個人對獅子座沒有什麼太大的意見 就覺得很好 就是你們真的很直接 直來直往 很好 小編對獅子座有什麼意見嗎 就是很霸道 就是 要 要就要 對 我遇到獅子座是 比較以自己為中心 這真的耶 我覺得有耶 但是獅子座會 會先把自己照顧好 然後 他不是說我有十分能力 我就先把自己十分照顧好 我有十三分 但有三分照顧別人 對 其實我覺得獅子座的照顧自己 是取決自己的能力在哪裡 因為我 我就是有時候 買自己的東西 可能買不下手 但是我如果買給我在意的人 我是不用考慮的 他就說這個東西 我可能在櫥窗櫃前面這樣 這樣子 非常非常久 就很久很久都下不去手 可是可能我在意的人 過兩天要生日 我去就只有這個這個 結帳 我也不會說什麼 好好喔 這個很加分 我又讓買來這樣 說你 沒什麼事 哈哈 那才走 然後學習武道歸 可是自己其實想來就 我覺得獅子座是一個 非常適合當朋友的 然後當情人也是很好的 因為他們非常的大方 然後很直接 也很好相處 好以上就是我們今天 對獅子男的 就是一些小提問 謝謝 我覺得你也是很典型的獅子男 我超級 我上身也獅子 太陽獅子 月亮射手 真的假的 真的 我就是全部都一條火 全部都獅子 嗯 可是我的什麼感情 什麼什麼全部都在獅女 我就是一個 超奇怪的人 反正我就是有 百分之四十的獅女 百分之五十五的獅子 百分之五的獅子 百分之五的射手 好耶好耶好耶 好那希望 藉由這支影片 大家可以更了解他 那你可以了解獅子男 好 這是什麼意思 歡迎訂閱江沛玉的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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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有五文二 好可愛喔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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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我們剛剛在討論 獅子座是不是很花心啊 因為現場有兩個 他的廢文沒有在這邊 喔有有有有 因為獅子座其實很專情 是嗎 真的就是 獅子座是典型的 可以一見中心的 星座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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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獅子座很像蜜蜂一樣 這個花蜜去 采一點 那個釣一下 可是也不會真的怎麼樣 但是如果獅子座教女朋友 愛一個人了 他的世界就會完全變 就是只有另外一半 超級重感情 典型的馬子狗 就是獅子座 真的假的 真的 你們可以再訪十個獅子男 一定都是一樣的 所以只要他進入戀愛模式 只要真心愛上一個人 他就是超級專心 我覺得這個世界只有這個人 還有一點點朋友 那很多人說獅子座很重朋友 那你們到底是比較重感情還是重朋友 單身的時候是重朋友 一定是重朋友 就是來來去去的對象 可能就是不在這 那時候哪有另外一半 對耶 對對對 那什麼配方 但是談戀愛的時候 絕對是重感情 就是會以另外一半為優先 絕對只有另外一半 他另外一半要幹嘛 就是以另外一半為優先 有滿意嗎 佩玉 是不是 他有話想說 他有話想說 沒有 沒有 很棒 我覺得 欸 以上 都是實話 好 對對對 對 其實要不要個人試試做立場 OK OK 卡 很賤 很賤 你覺得他是怎樣的 他喔 朋友 朋友 就是 就是很大男人啊 就是他就是叫我說 欸什麼12號 早上7點見喔 我就說不要 我起不來 他說7點見 然後我就來了 因為我就是那種很好 被控制 就是如果 可是我不喜歡被指使 可是他的方式就是 會讓你舒服 對就是可以接受他這樣 然後就會被他命令過來 對 那一種 那一種 我也沒講 江沛是 江沛是一個 很好 很好的朋友 大家 就是 是 想交女朋友嗎 B者 內洽 Bio522 啊你怎麼都沒有想過交往 一直把我推去外面 欸 我 我 就是 最大的功勇就是 江沛的那個推銷員 就是我2023年 KPI 就是我要把江沛送出去 理想目標 我的目標就是希望 好 那謝謝我們40座的大男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